弗利萨将会成为下一任破坏神 因为龙珠超中存在12个宇宙 结果第七宇宙却排在倒数第二 但是比鲁斯又是最强破坏神 即便是其他11位破坏神联手 最终都没能将比鲁斯打败 却因为比鲁斯过于喜欢睡觉 并且一睡就是几百上千万年 导致第七宇宙没能获得友善经营 这才使得第七宇宙排在倒数第二 由此可见要想成为下一任破坏神 首先就要和比鲁斯一样 不但是最强的破坏神 同时还能一人独占11位破坏神不败 以龙珠超目前的情况来看 只有四个人满足了这个条件 第一位自然是悟空无疑了 自在疾异攻的上限很高 足以让悟空成长到天使水准 但是悟空却没有想过要成为破坏神 毕竟当初在第一部龙珠的时候 悟空就有机会成为地球的天神 但是悟空却果断地拒绝了 由此可见破坏神和悟空无缘 第二位自然就是贝基塔 虽然贝基塔已经拜师比鲁斯 甚至还领悟了破坏神形态 按理说应该会继承比鲁斯的位置 但是贝基塔的终身目标是超越悟空 如果成为破坏神就会受到限制 再加上悟空都不愿意成为破坏神 以贝基塔的高傲自然也不会 所以贝基塔也无缘破坏神的位置 第三位自然就是刚加入的布罗利了 单单是超异形态的布罗利 就拥有碾压超蓝的绝对实力 当布罗利领悟超蓝形态 随后又领悟超蓝形态后 甚至领悟自在疾异攻形态 布罗利吊打11位破坏神不是问题 然而我们也知道破坏神的职责 是负责破坏宇宙中的星球 如果是旧版的布罗利还有可能 但是新版的布罗利内心其实不坏 所以布罗利也不适合破坏神的位置 这样一来就只有最后一位了 那就是刚领悟黑金形态的弗利萨 首先黑金弗利萨在实力上 绝对比大多数破坏神强大了 但是还无法单挑11位破坏神 然而我们也知道成为间隙破坏神后 就可以获得破坏神的力量 实力将会得到进一步提升 你旦成为正式的破坏神之后 还会得到天使的亲自指导 实力又会得到飞跃性的提升 以黑金弗利萨的实力基础 成为间隙破坏神后能变成钻石弗利萨 成为正式破坏神之后 将能完全掌握破坏之力 如此一来单挑11位破坏神不是问题 可见在实力上弗利萨是满足条件了 再者就是对破坏星球的态度上 弗利萨甚至比起比鲁斯还要得新应手 因为比鲁斯在沉睡期间 就是让弗利萨帮助自己破坏星球 因为按照龙珠超中的设定 弗利萨之所以毁灭贝基塔星球 不是因为害怕传说中的超级赛亚人 而是因为比鲁斯沉睡之前 让弗利萨灭了赛亚人一族 这才导致弗利萨毁灭贝基塔星星 由此可见弗利萨虽然不是间隙破坏神 但是却被比鲁斯委任帮助毁灭星球 所以说比鲁斯只要退休 没人比弗利萨更合适破坏神这个位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